台中市 我是陳志遠 我來自台灣 台中市 2020年 左右 來這邊 這邊已經一年半的時間 目前在浙江一太基這邊 當初是一太基老闆 到台灣那邊來 找我 剛好有這方面的經驗 剛好就是 談了一下未來的 規劃 我是來自雖然我戶籍在新北市 是自己住在台中 那我等於是他的配套措施 就藍西這邊 浙江一太基 然後因為他在這邊就職 所以說就把我也帶了過來 那我現在在公司是屬於行政部門的 因為我們兩個都愛吃 所以說也都 還OK 什麼都不計 然後也都 因為人才公寓它 當初的設計也都很好 所以說我們兩個在這邊 住就是有空的時候 就到國內四處去走一走 到內地四處走一走 看一看我們也才剛從雲南回來而已 就是說想要就這個機會 然後可以在這邊 學習到一些東西 然後一方面也可以說 完成自己的夢想 趁這個機會在國內真的就是 看看不一樣的世界 對 跟不一樣的地方 人情失誤 對 主要是想要這樣子 對 從小隊這裡的一些地理就很有概念 對 就是想要 就規劃好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對就是想要看不同的風險 還有就是體驗一下當時的歷史 一些文物 然後一些經歷這樣子 我們就會覺得說 身在其中 好感動 我起先是不想來的 非常的不想 可是我們一代機的周總太厲害了 他的 他說服人的能力真的是太好了 我是被他說服來的 就是說 讓他可以說 比較安心的 在這邊工作 所以說 所以說 所以說我是他的配套措施嘛 我家裡人會比較就是說 畢竟出來工作嘛 對 那為自己的事業自己去打拼 那 只要平安就可以了